不知道大家在減肥時有沒有想過 那些看起來是蔬菜的食物 以為自己只是吃蔬菜來減肥 反而越吃越減不到肥呢 而這些看似蔬菜的食物 可以是偽裝成蔬菜的澱粉成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下 有哪些看起來是蔬菜 但其實它是澱粉來的食物 讓大家在自己減肥時 都可以分別它們哪些是澱粉 哪些是蔬菜 嗨 大家好 我是Kitty 我由一個體重最高峰58kg 在沒有用過任何極端減肥方法、藥物 來用調整的筋链運動 改善自己的飲食習慣和調整心態 在一年內減了10kg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我在減重期間做過的運動 調整筋链和減重知識 透過我的運動筋链和科法 希望幫助一些想自己減肥 大自律性不足的日子 鼓勵它們可以改變自己 增強它們的自信心 如果大家都對自行減肥的知識和運動有興趣 可以Lik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一出新片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好 首先跟大家玩個遊戲 以上這四款食物 大家分不分別它們是蔬菜呢 現在給5秒時間大家想想 先試一下 OK 大家分不分別以上食物是蔬菜呢 在我開估之前 有一件事我們一定要先搞清楚 而有些食物看起來是蔬菜 但其實它是隱形的澱粉高手 而這些藝裝成蔬菜的澱粉高手 可能就是你減肥路上的半腳石 甚至乎會令到你們減肥的時候越減越肥 今天就跟大家公開這四種澱粉拌蔬菜的食物 第一種食物就是番薯 它是甜甜的 冬天的時候街邊賣的灰番薯 吃完整個人都暖粒粒 它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維他命A和C 鴿和其他礦物質 可以幫助促進消化 血糖的管理 體重的管理 對糖尿病的患者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和需要減重管理的患者 或者一些減肥的人士 都非常之有幫助 但其實它是一個高澱粉的根莖類植物 而且它是一種圓形的澱粉 而它的升糖指數 比起精製的澱粉是為之低 它之所以會被人誤會是蔬菜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營養特性上 它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和抗物質 而很多的蔬菜入面 都是一些很常見的 就會比較容易分類為蔬菜 而在食物分類或者市場的分類方面 你不難在超市或者街市買東西的時候 番薯多數都會放在蔬菜一起賣 而不會放在水果或者其他根莖類 例如紅蘿蔔一起賣 所以它會被人誤會它是一個蔬菜 而在日常的飲食入面 番薯都會被人當作蔬菜的一種 煮熟了之後 就會當作飯前的小菜去吃 所以在減重期間 減食時就會很容易做地雷 吃多了還以為蔬菜的澱粉都不知道 第二種食物就是粟米 它和番薯一樣 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和抗物質 而它包括膳食的纖維 包括有濾黃銅、花青素等抗氧化劑和蛋白質 可以保護身體免受自由肌的損害 而黃色的粟米含有玉米黃質 和玉米色素的胡蘿白素 對保護眼睛有助減低黃斑變的風險 雖然以上的營養素都是蔬菜上出現 但它其實都是澱粉含量相當豐富的蔬菜之一 它和番薯一樣都是一種圓形的澱粉 但粟粉雖然它都是粟米造 但它絕對不是圓形的食物 因為粟粉多數是用在烘焙、油炸食物外面那層皮 即是平時吃到外面脆脆的那一層 而那一層是非常吸油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如果大家有開超市買東西 在冷凍櫃裡面都會看到一包包的三色豆 或者一些冷凍的粟米粒 好像平時去鋸排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些配菜在旁邊 通常都會和蔬菜一起煮 或者當它是配菜 所以會被人覺得粟米也是蔬菜的錯覺 其實它都是和番薯一樣 經常被人放在蔬菜上賣 就會增加了當作蔬菜的可能性 而它的營養價值和蔬菜的特點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它當作蔬菜相提並論 第三種就是南瓜 看到它的顏色橙橙的 就知道它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和維他命A 可以幫助維持好的視力 免疫系統和皮膚的健康 而當中的胡蘿蔔素 維他命A和E 可以減少自由基的損害 南瓜裡面的纖維和甲 可以幫助調節血壓 降低膽固醇的水平 而它的熱量是非常低的 有飽足感 對減重方面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圓形澱粉 很多甜品都會用到南瓜來做 雖然它是圓形澱粉 但一旦加了糖或高脂肪的食物 就會降低它的營養價值 在植物學來說 南瓜實際上是一種果實 植物花朵受精後會形成果實 南瓜裡面也包含了種子 所以它是符合植物學的定義 南瓜在菜式上都會把它當作蔬菜處理 作為鹹食裡面的一種菜牙 例如蒸排骨底下的配菜 燉湯燉菜或者一些烘焙食物 南瓜的自然味道都會比較傾向淡 而又不會過甜的口感 另外它在文化和語境上 叫得瓜好像青瓜和冬瓜 都會被人歸類為蔬菜 而南瓜是比較不同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它當作蔬菜 最後第四種就是薯仔 薯仔含有豐富的維他命D6 維他命C 礦物質和纖維 而薯仔是屬於一種沒有膚質的食物 很適合一些有膚質敏感的人士食用 另外薯仔含有豐富的甲 可以幫助調節血壓 對心臟的健康是非常有用的 屬於一種圓形的澱粉 在減重或者飲食方面 以一個健康的烹調方式 例如烤焗等的煮法 如果加入薯仔的話 對身體有很多好處 曾經有人問過我 我們減肥的時候不可以沒有油 我們減肥的時候 怎樣都要吃一點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吃炸薯條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 吃炸薯條可否當作 一個健康的優質澱粉呢 如果大家有甚麼意見 有任何答案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很多時我們在外面吃飯的時候 有時為了餐飯 吃得好像健康些 都會叫一些沙律來吃 而薯仔沙律 很多時都用來做沙律 說明是薯仔沙律 就會被人誤會 它是蔬菜的一種 在我們小時候學的健康飲食金字塔 都會把薯仔歸類為蔬菜 時間久了很多人都會以為 薯仔其實是蔬菜 再加上它和以上三種食物都一樣 在超市或街市裡 都會把蔬菜放在一起賣 人們會以為它是蔬菜 包括我媽媽在內 都以為薯仔是蔬菜 營養素在蔬菜類的食物都差不多 所以都會令人誤會它是蔬菜 現在學會了 如何證明地選擇真正的蔬菜 懂得控制隱形澱粉的攝取量 多一點吃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例如菠菜 羽衣甘藍 和我最喜歡的椰菜花 之前我都出過一條 椰菜花炒藝飯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這裡 看看我這條椰菜花炒藝飯的影片 飲食只是成功減重的一部分 適量的運動對於減重都十分重要 無論是跳繩、瑜伽、跑步、重訓的訓練 只要找到你自己喜歡的運動 一直做下去 讓自己可以保持動力 這樣你就可以成功減到你想要的身形 好了 今日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希望這些知識能夠幫助你避開隱形澱粉的陷阱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而減肥的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減到理想的身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